男子倒在地上被其他人一路拖著走 一旁女子不但沒勸阻 還拿手機全程錄影 從另一個角度看 當時有兩名男子從夾娃娃機店走出來 兩名男子一人脫腳 一人拉手 把落倒男子一路拖到超商前 一大群人在深夜大聲喧嘩 擾人氣冒 把附近居民氣炸了 十多名年輕人凌晨聚集在超商前 玩酒精路跑遊戲 只要經過一件超商的就得 進去買酒輪流喝 如過程中有人不指導力 甚至還有人大吼大笑 影響附近置戶安寧 警方接獲報案趕到超商前 決定這一群酒醉男女 有人喝到面紅耳赤 還有人攤坐在椅子上 根據了解30號凌晨3點 這一群年輕人正在玩酒精路跑遊戲 分成兩隊選擇一個路線 沿途只要經過超商 就得輪流進去買酒喝 直到其中一房喝到吐 或是投降就被淘汰 在酒精催化下 一群人喝到行為脫序吵鬧喧嘩 以及影響住戶安寧 凌晨深夜組隊玩酒精路跑遊戲 自嗨飲酒過量 互之節制 超商門口成了另類遊樂場 讓附近居民直呼 好無奈 謝謝網站內視頻提出報導 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